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娱乐大小事 又到了每周更新你的娱乐大小事的时间 那么今天呢 当然不只有我家琪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当然也欢迎我们的郁文 大家好 我是郁文 回归了 回归了 回归回归 好的郁文呢 已经消失了 上个礼拜没有来 对 但是呢 郁文都有更新我们的最新最好的娱乐消息 一定要的 那么这个礼拜呢 也是由我跟郁文呢 来带大家看看 诶 大家最好奇的 到底有哪些新闻 你是最感兴趣的呢 就在我们TVBS新闻网的第一名呢 就是她 哇 又是这 我跟你讲 每个礼拜都有这一对的消息 一定要来更新我们DICE跟聚军夜夫妻 这个礼拜又做什么事情了呢 怎么了呢 这礼拜又要赏什么狗粮了呢 但是这个礼拜这个还蛮 算是罕见的一个画面哦 我觉得S妈是不是心软了 对 早就已经心软 被我们这位韩国女婿给收服啦 因为我们S妈呢 算是首度同框女婿聚军夜 那这张照片呢 是大S跟小S出到 进入演艺圈的贵人王伟忠的老婆 所晒出来的一张大合照 完全就是非常温馨的一个场面吧 看起来好像一个大家庭哦 对呀 其实过去大小S都有讲过 在他们最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爸爸跟妈妈很早就离婚了嘛 他也把王伟忠当成像爸爸一样 那也是让拉拔他们长大 然后到现在 那么虽然他们各自成家了 但是呢感情还是很好 那么尤其这一次呢 大S的妈妈也一起出席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我们的欧巴 他这个聚军夜这个光头 真的是很好认有没有 然后每次在照片里面 就觉得特别显眼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大S 非常亲密的勾着王伟忠的手 果然就是如同妇女般的感情这样 那王伟忠的老婆 其实也还蛮感性的 就是写下说 人对了一切氛围都暖暖围熏着 然后相信爱情见证爱情 就是来就是祝福这对聚军夜 跟大S这一对夫妻了 哇那算一算 其实王伟忠那时候 刚刚雷大小S出道没多久的时候 大S跟聚军夜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也知道 他一定知道 20年前 得了20年 这两个人最相伏 又加上这个恩师也在 感觉这一切 都是满满的祝福 什么都圆满了 对 不过说到祝福 我们也要给这一对雷祝福 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的鸡排妹 昨天真的是看到这个消息 吓到不行 多少鸡排粉伤心流泪 真的是各位少男对不起 我们这个家纯鸡排妹 已经成为我们日本媳妇了 死会了 很多人都说含泪祝福 因为呢 很多的宅艺男都说 没想到我们家的鸡排妹竟然嫁人了 而且他嫁得还跟志玲姐姐一样 都是Aquila 是不是叫Aquila的都特别赞啊 我们要去日本寻找我们自己专属的Aquila 是不是叫Aquila特别喜欢台湾的女生呢 真的要说到这个鸡排妹跟她这个老公Aquila的人份呢 已经是四年前2018年两个人就开始默默低调的交往 那其实鸡排妹出面的时候都有说到 其实有对象 但他一直不称为男友 那他昨天是有进一步表示说 因为他不想要造成对方的压力 那期间呢 因为疫情嘛 就是没有办法出国 其实是有短暂的分开 那不就是聚少离多了 聚少离多 所以两个人就因此而越走越远了吗 对 那他其实他们复合之后 有一起到这个新加坡旅游 那他就被求婚了 那预计明年呢会在日本举行婚宴 那这个男的也很冲哦 就那么久没见了 然后这次在新加坡可能感觉对了 直接就求婚了 而且鸡排妹有说 他其实就是一直大赞说 他的老公就是非常的温柔 那其实他们在复 应该是说在分手的那个期间呢 他还是早晚都是会传简讯来问后鸡排妹 算是你知道很有毅力啦 所以也算是欧带斯脸的一种 欧带斯脸 对要这样说也是 到底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是如何呢 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闻报道吧 穿着白色蕾丝长裙 轻轻碰着丈夫的脸 29岁艺人鸡排妹 正加纯二号惊喜宣布结婚 对象是大他三岁的日本小儿科医师 Akira 两人甜蜜登记结婚 正式成为日本媳妇 南方还准备0.7克拉婚戒 预计明年在清井则轻松举办婚宴 疫情大概两年多没有见 但是他很努力 因为他持续每一天都会跟我说早安跟晚安 被对方努力感动 正加纯跟Akira2018年交往 但疫情分开两年半 中间一度分手又复合 Akira后来在新加坡求婚成功 接受记者访问 Akira也大方放闪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选 正加纯则说还是拿台湾护照 26号会回台投票 在脸书祝贺蜂涌而至 绿营大咖包含蔡英文 赖清德等人都留言恭喜 同样也是跨国婚姻S妈黄春梅 5月上广播说的正是女儿大S 与韩星聚俊叶 先前一度传出与女婿关系不好 不过王伟中妻子林慧金 PO出两张合照 可以看到大小S坐在两旁 S妈笑容满面 瘦度同框聚俊叶 后头聚俊叶根也在场 另一张还变换位置 大S跑到丈夫旁边 S妈与小S则是头靠头 气氛和乐融融 帖文中写下 人对了一切氛围都暖暖微醺着 以及相信和见证爱情 丈母娘看女婿透过笑容 就知道是越看越得意 TVB的新闻将会文旬台北报道 很多人都说希望这个 鸡排妹可以像大S一样幸福 不过讲到这个她的宿敌 不知道怎么讲 你说我们陈一小姐吗 对啊她有发文吗 对昨天鸡排妹就是结婚 结果大家关注的焦点 就是一直去陈一的脸书提醒 说鸡排妹结婚了 你做何感想这样 一直被cue 那她怎么说呢 那我们陈怡难得 算是罕见的收炮活 她就是简短的回了11个字 她说结婚就是人生中的一个选项 算是冷出力吧 就是好像不愿意多谈这件事情 还是是指说 是鸡排妹的选项呢 目前不是我的选项呢 也有可能 不过呢 看完了妹 我们来看姐 最近大家看到她 觉得 哇 哇 就来了吗 实际节目 竟然有姐姐的身影 不敢置信 敲碗敲碗 为什么 谢金业会开始 上这样的节目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 来吧 营业中第一季播出之后 大获好评 大家就一直就是非常期待 第二季的卡丝 那今天公布了一个重磅的卡丝 就是我们姐姐谢金业 果然是没有让大家失望 真的 而且必须要说 这是谢金业出道三十年以来 第一次参加真人秀 对 所以考验会很多 对 那因为家庭你知道 他们这次的主题 不是像上次是餐厅 他们是要开一个美发沙龙 什么 所以他就是艺术本间的个人 那其他的卡丝也非常值得期待 包括修杰凯 哇 这可以 还有本来的班底杨明威 算是里面的学长了 再加上王子丘胜艺 他也是还蛮有综艺效果的 真的 以及这个也是很久没有在荧光幕前出现的 hold住姐谢依林 哦 他回台湾了 对 他当妈妈之后呢 其实就一直表示说想付出 那这次就是回归综艺 综艺节目了 回归这个小荧幕下面给大家再看到 对 那其他卡丝其实也是很厉害 蛮坚强的 对 包括我们女神灵莎 还有我们机智少人生活的演员 黄伯峰 还有罗佩涵 还有原子少年哦 大家应该啊 原子粉看过来 对 蔡震 许梦伟 还有罗逸杰 相信第二季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男的善女的美 这样的卡丝 你能不能看吗 一定要看 我们的新闻报道 国民姐姐谢金燕 气势逼人 电影组曲让全场嗨翻 但她不只会唱歌 曾经在疫情期间 自己动手收剪刘海 原本只是关在家的乐趣 现在要开美法沙龙 因为经营新实际节目 迎接第二季重磅卡丝公布 谢金燕担任艺术总监 其他阵容包括 修杰凯 杨明威 王子秋胜益 好久没露面的 欧珠姐 谢依林 另外还有原子少年 蔡震 徐梦韦 罗逸杰等人 谢金燕出道超过30年 首次录制实际节目 她少说 唯一挑战就是 别把她归类在 咨询一人 采买东西玩起大挑战 杨明威先前在第一季节目表现 让不少人都超有印象 这回第二季又要经营新店 超兴奋 因为已经有了第一季的经验 所以非常期待 因为第二季的营业内容 完全跟第一季不一样 所以其实也蛮紧张的 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胜任好 这个工作 杨明威也说 知道谢金燕要当艺术总监 惊吓惊讶也惊喜 因为她是个神秘的人 如今要一起工作 沙龙还分美法媒体部 究竟会走出专业风 还是搞笑风 粉丝期待 不过电视圈又有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那么就是这个知名的大师兄 他过世了 这个大师兄大家一定觉得 他好像有点面熟 是不是在哪里看过他 没有错他就是武打演员 他叫徐忠信 是香港知名的武打巨星 那么他曾经是很多大明星的替身 那么在很多的电影都有嘎上一脚 像是哪些电影呢 有看武打片的人一定都看过这个徐忠信 因为包括射雕英雄传啊 然后还有迁龙大帝使徒行者二 都有这个徐忠信的身影 而且之前我看唐星风暴三好战也有他 对没错 不过最知名的可能最为大家所知的 可能就是郑少秋的替身了 那因为我们还在讲 他们两个其实长得有一点像 真的很神似 因为我刚才一度以为 这位是大师兄的照片 没有想到是郑少秋 可能就是要几分神似 对啊 就是可能身高跟外形都蛮像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 那时候徐忠信担任这个替身的时候 其实是有不小心来扭断这个十字刃带 那他有十个月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工作的状态 其实十字刃带断掉 真的很难复原 很多运动员都会就是伤到那里 所以伤了之后呢 就也没有像以前这么灵活了 所以他就退居第二线当武术指导 那么也后来指导过很多的电影 那么也成为武打界的拳棋 他曾经还跟李小龙 李廉洁 也甚至是成龙都有合作过 不过现在传出这个宋依琼救不治的消息 也让很多隐民恶文 对啊 他们就觉得说哇 这一代的武打巨星就这样子陨落了 而且他的死讯是蛮突然的 因为他是当天就是呆坐在家中 然后儿女去查看之后才发现他已经没有那个生命真相 对那所以就让大家还蛮正经的 不过呢讲到了电影呢 我们还是要带你来看到一下 很多隐民敲碗期待的阿环 现在又要再度上映了 而且这次是推出的是水之豆 在12月也就是下个月算一算很快 对 这一定是年底前应该算最强档了 对啊 而且佳琪你知道上一个第一部已经是13年前了 没有觉得过这么久吗 对隔了13年才推出这个续集 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我记得第一集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还是有点看不是很懂 所以我大概看了有两三遍吧 没有再二刷三刷就对了 但是我可能有些意境可能那时候还小就看不懂 因为现在第二集要推出了 是个13年好像还有人装年轻是怎么回事 哇这个第二集我觉得非常期待 就是里面看点十足 包括我们的这个73岁影后这个雪哥你为佛呢 他在里面竟然演了一个14岁的少女 等一下我有听错吗 没有听错 14岁 嗯 OK吗 跟他现实年龄大概差了60 可是他的业力这么丰富 他演得出来那种同眼感吗 啊他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想说外界一定会有一些质疑的声浪 那导演其实跟这个影后有很多年的交情 他就是有调侃 我们的影后呢 虽然已经年过70了 但是他非常有童心 就是有点 呃开玩笑说他有点幼稚啦 这样子 所以相信他一定可以诠释的非常好 我记得他也有呛导演说如果我14岁 那你大概就16岁 对啦 他们俩就是两岁之差啦 对 不过呢讲到这个还有一个人 大家也被受期待是贴的 他那女主角凯德文森蕾 厉害了 他在里面呢不只有演出 还有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 就是他在水底有憋气7分钟 哦因为是水水知道嘛 看那副标题就可以知道说 这次阿凡达应该是跟水面下的 世界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很多演员呢其实都在水中有戏份 那包括这个山姆沃辛顿 还有这个柔依萨达娜呢就来分享说 在水里面演戏的感受 其实就是不是很容易啦 因为说流下创伤 那个水压那么大 对啊 而且你的想象在里面是完全很窒息的一个感受 还要演戏还要表演 对 表情都很生动 对很期待第二次 是不是他们造成一些心灵创伤 对啊 因为山姆沃辛顿就有说流下创伤 那这个柔依呢也说就是并不好过 四个字简单明了啦 哇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闻报道吧 爸爸 我知道你认为我瘋了 我的国家是大人的大人 成为纳美人杰克与爱人 奈地利在潘朵拉新组成家庭 幸福生活却再度面临威胁 为了生存再度奋战 我们不能让你带来你的战争 外奸战 那是他们看到的 我看到你 归为十三年 阿凡达续集除了绝美海底世界 还能看见奈地利停着大运渡狩猎 以及那美人宝宝 水通知所有东西 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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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六分半 凱特、溫斯蕾還在水底呆了長達7分鐘 被大家封為別棄冠軍 我需要你 跟著我 我需要你拯救 片中一大重點 人在人類與那美人的戰爭 除了原版卡斯 在集結楊子瓊、凱特、溫斯蕾 最新預告讓粉絲等不及 一虧阿凡達睽違13年的全新篇章 TV別子新聞 莊全宏聽太報道 真的令人好期待 不過對於很多影迷來講 不只阿凡達令人期待 這個女神什麼時候要再次出來 大家也更期待 這個女神 真的 我們性感女神 秋淑珍 對 現在都只能透過社群軟體 來看到淑珍姐性感女神的身影了 她真的通殺 之前是會VM的希徹 也說她女神 也是她的大粉絲 然後她有一次在節目上還去幫希徹洗頭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洗一下她下 當然她就是換手嘛 然後等到希徹看到女神在幫她洗頭 整個眼淚多筐而泣 那一部分有多感人嗎 我 是不是尷尬的眼淚啊 如果偶像幫我洗頭 我可能會有點小尷尬 希望她柔到柔到我整個頭皮裡這樣子 對 不過呢 這個女神 這一次呢 童框呢 可能會有一些人又有一點心碎 因為她的老公也出現了 對啊 但有人說54歲 完全算不出歲月的痕跡 對 因為我們秋淑珍跟老公沈家瑋結婚後 其實就淡出演藝圈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很少會有童框的畫面 那因為最近是一起出席了朋友的聚會 那夫妻倆罕見同框的照片就被po出來了 你看54歲的秋淑珍 完全看不出來 你說她30歲相信吧 可以 我覺得可以 對啊 那老公就是也愛相隨在後面 老公那個也很年輕耶 對 很潮耶 我剛剛還跟佳琦說還有戴這個毛帽 就是兩個都是年過半百的人了 但是看起來都是保養非常的得意 那說到兩個人的婚姻呢 其實婚後誕下了三個女兒之後 就是剛剛講的嘛 很少出現在螢光幕面前 那最近呢 他們的大女兒沈月其實 算是非常的大眾目光的焦點 因為沈月長得太漂亮了吧 完全就是集結父母的優點於一身這樣子 哇 所以呢 現在有沈月的畫面 又有他媽媽的畫面 你知道到現在 要看秋淑珍常常都會在電影台看到重播 對 不然就去那個沈月的頁面看 對 而且那個秋富版 你在太秋富的時候覺得那個年代沒有美姬 對 化妝技術也沒那麼厲害 他就可以長這麼漂亮 其實很厲害 那他跟他女兒在一起感覺也是姐妹吧 好無違和耶 對啊 就是真的很漂亮 你說母女其實都感覺有點牽強了 有一點對不對 頂多是姐姐 感覺是就是 哎 長得很像的姐妹 對 太厲害了 不過講到女神完之後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誰 這個女神 我們的青霞姐 青霞姐也是深圳永遠的女神 真的 而且她很有生意頭腦 因為她已經把她的名字先註冊商標了 然後她下一步 你覺得會去賣東西嗎 對 因為她其實最近有來 算是出來試水溫嗎 就是有點預告的性質哦 因為其實林青霞 她在2013年的時候就用她的名字註冊了商標 那主要呢 有可能未來會販售就是比較日常的商品 包括洗髮精啊 化妝品跟防曬品 那最近有粉絲呢 就是在她的算是美照下面留言 呼喚她 對 就是開玩笑說 那姐就多拿這個美照來砸我 就是意思是說你多發一點 那她就回應了 她就說11月就有得砸了 就怕砸破頭 哇 所以她會不會想為新一代的代貨天后 一定是的 你要想青霞姐要是親自代言化妝品 我相信大家都會想要買 譬如說青霞洗髮精 青霞面膜 甚至是青霞防曬乳 因為她都用她的本名登記了 那她品牌名很有可能就是林青霞 哦 那你覺得英文名字會不會是青霞 林 青霞音宣布 對哦 哦 她說11月現在不是要11月了嗎 對啊 所以就非常值得期待 敬請期待這個女神的下一步發展 沒錯 哎不過我們剛才不是講到了這個邱淑貞嗎 哎呦 講到林青霞 不過講到那一代哦 大家都會想到的是誰 哎呦 哎呦 成龍 Jacky Chan 媽的啊 Yes 哎呦她同意 哎默默的60周年 好誇張哦 她有 她有 她是十幾歲就出道了嗎 對 她也是年紀滿清就出道了 但是看到60這個數字也是 有點驚人 非常驚人 你說她60歲 只是好像還合理 可是已經出道60周年了 所以她也推出自傳 我是成龍 嗯 哎呦她也講到過去到一些 因為年輕氣盛嘛 對 就是武打巨星就會比較火爆 就是過去呢 洪金寶 一教會成龍學會忍耐 因為我們都知道以前拍電影導演啊 是最大的 對 然後脾氣可能不好 不好的話就開始罵人 哇 全家都罵 中八代都罵 結果呢 這個成龍哦 差一點就過去打導演 是誰拉住他 就是我們的洪金寶大哥 對 而且要說到當時的場面 他是在節目中分享 就是自己年輕氣順的經歷 那他其實在 呃上節目還有自傳裡面 就是有提到一些 自己比較內心層面的事情 他就說他以前其實很介意 這個負面的新聞 那他後來呢 其實就是改變心態 就是感謝這些批評他的人 因為呢 就是他老後呢 也絕對不客串老爸等閒角 那日常保養 其實就是每日的跑步打拳啊 然後就是可以讓他保持年輕 哦 不過他說後呢 他年輕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錢 然後當時呢 就是靠這種打零工啊 就被打就等於算十星的 很像打公仔 但是呢 後來呢 他一夕成名之後呢 當然經濟比較寬裕了 他說他自己一度變成 自己討厭的那種人 就是花天酒地把錢亂花 不過這都已經試過近前了 現在已經出道60周年了 哎年紀也大了 他回想到他這一生 他就覺得說 嗯 他也是轟功烈烈的過一生了 嗯 不過呢 我們來帶你來看到的是 講完了成了 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韓國的演藝圈 好 這李英愛呢 也帶他的丈夫出席活動 有人就說 哇 這兩個人根本是動靈組合 現在就是女明星的另外一半 也要很在意自己的那個 對 臉蛋的保養 不只女明星耶 對啊 因為李英愛年過半百 他已經51歲了 保養有數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而且他老公還大他20歲 他已經51歲 他老公71歲 大家如果上網看 就是李英愛他老公的照片 真的不會認為他是71歲的人 好像兩個人看起來還是很恩愛 雖然他們已經結婚很久 也有一對龍鳳胎了 哎 但感覺好像還是新婚那樣 尤其是上個月20號 他們一起出席一個公開活動 嗯 他就說了 哇 現在兩個人還會這樣切切私語 完全就有那種戀愛感 好漂亮哦 他當時就是這樣子 非常優雅的黑色造型出行 然後搭配這個低馬尾 那低馬尾不是每個女生都可以綁的 就是你要非常的就是 保養的非常狀態很好才可以這樣子 所以呢 哎 大家都說 不愧是優雅美女是被韓國人封為 的確就是他只能搭配的上這個稱號 對 大創筋 因為別人都沒有辦法取代他 對 即使呢已經過了這麼久演藝圈 也有很多的新人出席了 但是大家都覺得 還是李英愛最漂亮 真的 不過呢 講到了這個韓國 大家都會想到 公認的五大美女會是誰呢 也就說 韓國很多人都會說 是不是整形來的 那麼當然他們也有天然美女 你心目中第一名的天然美女是誰 哇 我真的是剛剛可以馬上講出 孫逸臻 但是驚覺他竟然沒有在 五大公認美女裡面 那那 那金太希有嗎 哦 有 有 我覺得刑太希真的很漂亮 對 然後還原覺得呢 他們公認的五大美女 包括誰就剛剛我們講到的 氧氣美女 李英愛 對 還有我們的金太希 華爾家跟潤的婚姻 華爾家跟潤的婚姻 大家都很矚目 對啊 男帥女美 羨慕得要美 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 全志賢 以及 少女時代的潤兒 你最近有看黑花律師嗎 有啊 他跟李中碩 真的很好看 那個組合真的太吸睛了 所以那裡面的劇情高潮叠席 讓你一嗓不動 對 覺得值得一看 還有我們的秀智 也被評為就是五大公認美女之一 佳琪你有發現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孫逸臻 還有一位 大家一定耳熟能詳的美女 沒有在裡面嗎 好像少一個人耶 喬妹宋慧喬 屹然疊出前五名 我也是超級驚訝的 對啊 她的容貌都沒改變 為什麼還在前五名裡面呢 我只能說韓國美女可能太競爭了 而且就是大家都知道 韓國演藝圈其實還蠻盛行整形的嘛 但是能擠進排行榜 其實都是像這樣子 就是清淡型 非常自然風的美女哦 那你知道嗎 這個美女不只南韓喜歡 北韓也愛 不要再說我們的孫逸臻哦 之前不是拍了一個 跟北韓有關係的愛的迫獎 我最近還在重刷 甚至這個愛的迫獎 已經播出好幾年了 我跟你講北韓人呢 還是呢不惜的 把自己的薪水都捐出來 對 就是要來看八集 你沒聽錯八集 是只有八集嗎 沒有 是他們只能先買八集 如果他還想看的話 你就掏更多的薪水 而且到現在還是很亨 因為這是在講 跨越南北韓的愛情故事 多少人想當麗政賀 多少人想當隱世裡 尤其是北韓人 說不定也想要乘著這個 降落傘 破降南韓 你說 想要就是到南韓去看一看 這樣 但是這個 這個調查很厲害哦 哦 調查五十名的北韓人 你會想說這數字怎麼那麼小對不對 對 因為能表態的並不多 他們也是要偷偷地 精巧細選 精巧細選 你總共在路上就說 可以跟你做個民調嗎 我喜歡 有困塊的破降 你就會被抓走 不能不能 所以就是不具名的民調顯示呢 有四十八個人 很喜歡接觸南韓的影集 那麼有三十四個人呢 觀看南韓的歌手跟影片 二十四個人還因此被送到教化所 我看到一半就突然被送去教化所這樣子 對 因為他們是不能這樣的 我就為了看這樣子 這個民調會不會是在教化所外面做的 可能就是被放出去之後就來做這樣 請問一下你是被什麼東西關進來 然後我看南韓影片 我看那個數據也太驚人 因為北韓是共產國家 所以他們的薪水其實不高 竟然是花了月薪的二十倍 偷看這個愛的破降 太驚人了 這等於是你把你的薪水都貢獻出來 你這個月不吃不喝 你都要看一下這巨男美女的組合 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只有北韓才做得到 生活需要消遣啦 真的這麼說 可能是這個娛樂很重要 對 不過呢 講到了帥哥美女 大家一定就會想說 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有更帥的 有人就說 這個魷魚遊戲的正宰哥也很帥啊 而且他老婆假進來 講靜雯啦 講靜雯 不是啦 人家是林志玲啊 不是啦 是林士玲 對 他跟這個林士玲 其實已經在2015年認愛之後呢 感情就非常的穩定 前陣子不是一起出席那個曖昧獎 對 但是林士玲的那個家世背景非常的驚人 對 而且他呢 是現任三星會長李在榮前妻家出身豪門 也因此呢 他們兩個的戀情備受關注 不過我們大家看到的是呢 還有這個崔俊賀 就是全志玲的老公也很厲害哦 他是中小企業的富二代 那普周勇呢 普周勇呢 就是我們這個也是韓國的這個女生 驚喜善的老公 哦 而且他是建築集團的次子 哎 那有人就說了這個 黃正英呢 黃正英的另外一半也非常的厲害 是我們的鋼鐵業CEO李英敦 哇 每個人都嫁得非富即貴啊 那當然還有我們剛提到的李英愛 他的另外一半就是IT公司的CEO 鄭浩英嘛 只能說女神的眼光真的是特別的高 也能找到非常條件很好的另外一半 哇 真的耶 這個南韓 現在演藝事業很發達 那麼當然很多人都會想說 哎 那台灣是不是也可以跟進呢 所以希望台灣有更多的好作品呢 可以來介紹給大家 對 哎 今天的娛樂大小事 不知道你今天印象最深刻是哪一條呢 主要跟我講又是大S了吧 大S我現在是有點小逆 這樣會太誠實嗎 哦 那我們接下來呢 下一個要提供更多元的內容給大家 對 不過當然啦 撒狗糧我們也很OK 對 但是你要期待我們的下一集哦 如果你也想看什麼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下個禮拜我們也可以幫你一起整理 那娛樂大小事今天就到這邊哦 我們下周見 拜拜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